每年农历10月13号是软臂真君文化祭花莲施工所在文化祭前 以大城实在好窝里城市游举办的系列活动 原预计在16号晚上来举行庆典晚会 但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改成了上午 在大城故事馆前篮球场举办了升旗典礼 邀请春梨李明一同来参加 每年农历10月13日是软臂真君文化祭 花莲施工所在文化祭前 以大城实在好窝里城市游举办了系列活动 原预计在16日晚上举行庆典晚会 疫情影响改成上午在大城故事馆前篮球场举办升旗典礼 邀请春梨李明仲一同参加 那我们可以知道过去大城有很多的美食 那是非常独特的 那我们也办理相关非常多的活动在过去几年来 像是音乐的鱼骨 再来就是它猪油饭 非常有名的猪油饭 那再来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大城年糕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美食佳肴的一个活动 也跟大城文化来做相关的结合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 要谢谢我们一个小羊社会创新工作室 那也是我们大城的孩子回来花莲 那开发一款APP也来协助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让这次的活动有更不一样的元素加进来 那除了我们既定的一个文化课程之外 那也加入年轻朋友的一个创新跟巧思 那我们更希望更多人来重视过去大城的文化 把它记录起来 未来这些文化都是非常珍贵的 也期盼有一天 我们大城的文化能够变成非常重要的乡土 必死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它 爱上它 也能够把文化传承出去 随后邀请小羊社会创新工作室负责人 大城第三代赵孝言担任导览员 带领市长 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珠等贵宾和居民 搭配自行开发的大城小花虚拟实境城市APP 一同聆听大城小镇的故事和互动闯关游戏 期盼在新旧世代的交流互助下 持续传承发扬大城文化 接着讲邦夜华联系报道